NCP-020 Unsink Mode 隐形黴菌 项目等级Keter 2-Zone措施 NCP-020的样本 被送在第12号生物研究所的密闭设施里 一系列蜜蜂培养收容室之中 且该设施只能透过气密所 通道进出 由于培养收容室 必须始终维持密封 NCP-020的营养剂攻击 将由全自动机器人系统进行 被完整密封的B-U电视监视系统 被安装在设施中 且必须每日检查其性能 所有进入设施的人员 必须穿着等级5的生化防护服 并配备独立氧气供应系统 离开时必须接受全套的真菌消毒程序 描述 NCP-020是一种高散播性的真菌类有机体 并且能够影响任何活体生物的感知与行为 NCP-020的样本 能够通过一种未知的效应 使它能完全隐形于任何肉眼观察 包含透过显微镜观察 NCP-020只能透过照相或录影才能被看到 一旦NCP-020占领了一块区域 通常会是普通民宅 它会开始散步包子 来影响在它附近活动的人类 受感恩者会开始提高屋内的温度与湿度 来创造一个更加适合NCP-020生长的环境 受感恩者也会变得更倾向与他人交流 且时常会邀请熟人到自己的宿所做客 以力扩张传染范围 由于那些霉菌与包子对于受感恩者是不可视的 它们有时也会直接生长在屋内的人们身上 当一栋住宅中的包子与霉菌固于密集时 屋内受感恩者的健康状况将迅速而化 最终导致死亡 而当急救员或医疗人员接触到任何已死亡的受感恩者尸体 或当尸体被运送到当地殡仪馆时 将会导致更大规模的霉菌扩散 NCP-020最初是在被发现 在当地卧底的NCP探员 击乎到当地医院内的人员 发生了巨大人格变化 一批受容团队被派遣到当地进行调查 发现将近未证明被感染 占该症状人口的大多数 该症的人口被基因会遏止并全数消灭 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森林大火为由崩溃了整座城镇 迄今为止 已有12期SCP-020的爆发被记录 相关的调查目前正在进行中 以确定这些爆发的来源和策划可能的预防措施 附入020-01 截入自机动特检队一塔时 城坚除二 在进行首次对SCP-020的受容行动的声音影像记录 第二小队正在前往红色屋子 收到 一号无人机侦测到一个热讯号员 第二小队就定位 现在准备破 门被打开了 就在此时 一位平民妇女出现在门口处 手持一把菜刀 监控影像显示 那名妇女的脸部有将近三分之二的面积覆盖着霉菌 你们好啊 先生们 不介意的话 要不要进来做作呢 趴到地上 放下你的武器 别傻了 快进来做作嘛 不准动 立刻放下武器 我们 我们只是希望有人能来家里做客 拜托你们快请进吧 放下你 的武器 推测在当时 受感恩的妇女注意到T2-4 却有一把一点燃的焚烧型武器 便迟到向队员袭来 开火 开火 我 以上就是SCP-020 简单说SCP-020是一种真菌 能感染人类并控制他们的行动 只有被感染的人会增加环境的湿度温度 来帮助SCP-020生长 并且邀请人进入家中 来扩散感染的范围 这个SCP的概念 真菌感染人类其实在一些故事中蛮常见的 游戏最终生还者和惡灵古堡期都有类似的概念 SCP-507的故事中也出现了被真菌感染摧毁的平行世界 不过从文档中的描述来看 SCP-507中的真菌世界跟SCP-020应该没有关系 而是SCP-407失控导致的 这支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最后帮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所有视频的SCP和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